1957年的夏天,上海格外炎热,傅雷仍在翻译他的书稿, 抽空给远方的儿子写信,如果不是以后发生的事,他会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这种房子里,他会和那个被他叫做玛格丽特的妻子相依相伴,相守到老。 玛格丽特是福士德中的女主角,一个漂亮温柔的女人,今天从他们两人留下的任何一张照片,人们都难以想象,他们最后竟是以最极端的方式在这种房子里双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,一天深夜,傅雷的好友柯林突然来访,原本在杭州赶写剧本的柯林,为什么急忙赶回上海直奔副驾? 这时,反右扩大化的风暴席卷而来,上海作协针对傅雷已召开了十次批判会。 柯林的到来就是为了傅雷的检查,他希望傅雷写一份调门高一点的检讨,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,他甚至已经帮傅雷拟好了检查稿,只等着他签下自己的名字。 柯林的本意是希望好友平安过关,事实上,这还不是柯林个人的意思,但傅雷拒绝了他。 作为老友,柯林深知,傅雷的骨头是硬的,傅雷的性格是真的,傅雷纯粹而充溢着理想,但他就没有想到,这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恶悦。 1932年的一天,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素费了很大的力气,请了一位画家来学校任教。 为迎接那位新老师,刘海素让人把画家的十几幅作品挂到学校的走廊上。 画刚挂好,也在美专任教的傅雷看到了,他以为这些画没有创造性,没有才气,马上要工友把所有的画都从墙上取下来。 旁边的人说,这是新老师的话,校长让挂在这儿的,傅雷听了更生气,不管是谁的话,不好就不可以斩在这儿,收掉。 画家也在场,可是傅雷仍然不顾一切地讲着自己的看法。 这时的傅雷,24岁,刚从法国留学归来,也是被刘海素邀请到上海美专任教的。 傅雷发火时,刘海素也在现场,他不停地给画家道歉,他说,傅雷就是这样,不懂人情世故。 他这个做人,是个方角,是方角,有论有角,他里方外方,所以他很难到社会上来做事。 很少有人看到傅雷不禁人情时的真诚与可爱,似乎只有刘海素这样的好友,才能包容植如竹筒,纯如水晶的他。 刘海素年长傅雷十二岁,和傅雷同时留学法国。 刘海素学习绘画,傅雷专攻美术批评,互相切磋艺术之外, 年长的刘海素给了傅雷很多照顾,两人由此在他乡结为挚勇。 在美专任教一个月后,傅雷与中梅素结婚了, 他们是儿时的朋友,相恋已八年了。 两年后,他们的长子傅聪出生, 傅雷的事业和生活似乎都很完美。 任教期间,傅雷撰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奖, 这在今天仍然是可以一读的立作。 但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,傅雷却是以他的翻译作品闻名于世。 直到一九八五年,世界美术名作二十奖正式出版, 才让人们想起,傅雷原本是一个美术批评家。 但很累,傅雷就显示出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 多年以后,傅雷在字述中这样说, 刘海素带我个人极好, 但带别人刻薄, 办学纯实商店作风, 我非常看不惯。 在美专不到一年, 他就辞职了。 虽然刘海素又把他请了回来, 但九个月后, 他还是走了。 离开美专三年后发生了一件事, 竟然傅雷与挚友刘海素断交了。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夏天, 美专一个名叫张贤的老师去世了。 张贤就非常有才能一个人, 但非常穷, 家境也不好。 张贤曾流浪巴黎街头, 因执着于艺术, 一边做古工, 一边学会画, 回国后也在上海美专人教。 张贤的薪水较低, 生活一直很辛苦, 傅雷一再为他抱不平, 要求刘海素增加张贤的薪水, 但刘海素没有答应。 后来有一年暑假, 他回家得了病死了, 这跟他的穷困经济都有关系。 傅雷对于张贤的死胜利痛惜, 长探良久, 以为是上海美专的剥削所致。 在讨论举办张贤一座展的会议上, 傅雷与刘海素爆发了正面冲突。 上路之下的傅雷与刘海素一刀两断, 老朋友从此不在往外。 直到新东国成立以后, 他们两个才恢复了交往, 但那已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。 离开美专后的傅雷变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, 以后一生都是如此。 傅雷的好友楼世宜说, 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, 对古今中外的文学、绘画、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, 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, 他无法与人共事, 每次入半途而去, 不能斩其所长。 同为好友的杨将说, 傅雷满头棱角, 动不动会触犯人, 又假脾气急躁, 止不住要冲撞人。 他知道自己不善在石头上远转周旋, 他可以安身的洞穴, 只是自己的书斋。 傅雷就是这样, 走到了自己的书斋里。 走到书斋里的傅雷, 不再搞美术批评, 他转向了法国文学的翻译。 书斋里有玛格丽特, 他用自己的柔情呵护着他, 这就是傅雷的妻子, 朱梅傅。 朱梅傅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, 他在写给长子福聪的信中, 说过这样的一段话,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屈求全, 逆来顺受, 都是有原则的, 因为我太了解他, 他一贯的秉性乖利, 饥饿如仇, 是有根源的。 修到厌世的童年, 真是不堪挥手。 到成年后, 孤军奋斗, 爱真理, 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, 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, 为人正直不苟, 对事业忠心耿耿, 我爱他, 我原谅他。 用傅雷自己的话说, 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, 因为眉府那么温婉, 那么暖和的空气, 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。 并没有忘记自身的重大责任, 也没有忘记, 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的途中, 还有许多困难和曲折。 被养在花房里的傅雷, 在新中国成立后, 逐渐走出了书斋, 开始活跃起来。 毕竟新中国的新气象, 与傅雷理想主义的性格中, 至善至美的追求是相吻合的。 他到农村, 矿山, 水库调查研究, 热情洋溢地写调查报告。 他写调查报告也十分认真, 像厕所, 麻雀, 粪坑, 除丝害等问题, 一一写了进去,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。 1955年, 有关方面领导希望听取傅雷关于知识分子的意见。 傅雷不是将自己的想法一些了之, 而是专门找了许多人一起讨论, 写成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,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材料的报告。 傅雷的报告和他的创作一样执着严谨, 有人说, 傅雷是一颗真诚的心去回应时代的要求。 1956年, 报纸上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,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百家争鸣。 这个过程里边就提出来了关于民主问题, 关于自由问题, 关于我们的政治体制问题, 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, 关于主观主义, 中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, 当然还涉及到许多个别的矛盾。 客观地说, 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很兴奋,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公开地提意见, 毫无顾忌地直输胸义。 这期间, 傅雷在给长子傅聪的信中, 有很多这样的文字。 1月4日, 近半个月, 我简直忙死了。 4月14日, 所有的会议, 连小组讨论, 我都参加了。 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, 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。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习惯在书, 就公公是在书宰里的人。 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呀, 关心世界, 关心国家, 关心人类。 五六年的时候, 曾经, 他曾经, 觉得中国真的有希望了。 1957年, 那个炎热的夏天来了, 反右斗争开始了。 傅雷原本平静地生活出现了阴影, 右派的帽子已经悬在他的头上, 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。 傅雷还真诚地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识别右派分子之不义的文章。 傅雷这个人一个是他很真诚, 一个是他很直率, 再有一个我觉得他太单纯, 他没有想到他讲的这个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 灾难终于降临到傅雷头上。 8月22日, 文汇报上发表了该报总编徐助成的交代文章, 我的反党罪行, 涉及到了傅雷的名字。 傅雷那一次的深夜造反, 就是发生在1957年这样一个背景下。 事实上, 柯雷是受人重托才以好友的身份来找傅雷的。 委托他的人, 就是当时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宁。 他了解傅雷的个性, 和为他的耿直担心, 他想帮助傅雷。 当时我父亲是由于工作关系, 他不便自己出面, 所以呢就委托了一个傅雷比较要好的朋友, 也是我们电影场有名的编剧柯林先生。 但傅雷对柯林带来的做个检讨, 以免带右派帽子的口信毫无所动。 他说,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,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, 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。 文革以后, 石西民回忆往事, 无限感叹, 他说, 傅雷是个有个性, 有思想的铁汉子, 硬汉子, 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。 傅雷这个人呢, 我觉得是在反右里边, 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, 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, 结果呢, 后来, 这个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, 这个我想他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, 那么一个大钉子碰到头破血流, 跟他后来这个不断的失望, 这个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, 我相信应该将有联系的。 只有夫人朱梅复在写给长子服从的信上, 描述了当时的状况。 作协批判爸爸的会, 一共开了十次, 前后做了三次检查, 人也瘦了许多, 长长十年, 掉了七磅。 工作停顿, 这对他最是痛苦。 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, 从来不知提防儿子, 而且大小事一律认真对待, 不怕暴露思想。 这次的侥幸可太大, 太深了。 自从傅雷离开美专走进书斋后, 中国便少了一个美术批评家, 多了一个翻译家。 傅雷一生留有两个重要的财富, 一个是傅雷家书, 一个就是有名的傅义。 或许, 傅雷走进书斋是被动的, 但他对法国文学的翻译是自觉的。 傅雷在一九三四年, 给法国文学大师罗曼·罗兰写信, 偶独尊座被多分转, 独霸不禁嚎啕大哭, 如受神光逐照, 顿火心生之力, 自此, 袭击般突然振作。 罗曼·罗兰回信说, 为公众服务和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, 才是真正的伟大或英雄。 长达百万字的约翰·克里斯多夫, 讲述了一个音乐天才, 一生中不断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故事。 在这部剧著的卷手, 罗曼·罗兰写道, 献给各国的受苦, 奋斗, 而必战胜的自由的灵魂。 他看到约翰·克里斯多夫, 这个更加雄强的这个个性, 对他这个很大的戒律, 他觉得这种性格是我们中国人所缺少, 就是高强。 弗雷一生中两次翻译约翰·克里斯多夫, 第一次是1936年开议, 到1939年完成, 花了整整三年。 新中国成立后, 他又用两年的时间重译, 他甚至认为, 早年的四卷出一本是他的污点, 在第二个译本完成后, 他把出一本手稿给烧了。 晚年, 弗雷对第二个译本, 竟有强烈的感到不忍再读了。 今天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翻译的历史做结的时候, 我们就应该承认, 那弗雷的业绩是最厚重的一个, 弗雷有将近二十卷的翻译照片, 中国所有这批这些翻译家中, 也只有弗雷做到了这一点。 1937年, 在约翰·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出版时, 弗雷在卷手写下的第一句话是, 真正的光明, 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,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 克里斯多夫不是一个完人, 但他始终在为至善至美至纯而奋斗。 弗雷感叹道, 约翰·克里斯多夫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, 是古今中外英雄圣者的一部史书, 而真正的英雄, 绝不是永没有背下的情操, 只是永不被背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 学者王渊化说, 那时上海正统治在日伟手掌下, 思想的压迫是许多人陷入极端的沮丧中。 克里斯多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, 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式的手臂的援助, 才不知沉默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。 他说, 凡读了这本书的人, 永远不能把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。 我去六岁演戏, 人就说我是运好, 命苦, 十八岁的时候遇到了很悲惨的事情时, 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, 那时候正巧有克里斯多夫在手边, 我就每天到山上去读克里斯多夫, 读读读, 我就慢慢的心就定下来了。 我们这一代人那种, 如果是看富雷的文章的就是我们的朋友。 我们都是看着他的书形成自己的世界观, 然后就像书之人物一样的追求真理。 富雷买手于他的书斋, 这里有他的事业, 还有爱他的玛格丽特, 虽然在富雷的益处里找不到妻子朱梅富的名字。 我妈妈是个菩萨, 菩萨欣赏, 我妈妈的人太好了, 我爸爸也离不开他了。 他晚年, 我看我妈妈是他唯一的依靠。 他们真是最后是相依为命, 他们不可能分开。 但温柔贤惠的朱梅富, 怎么能抵挡住严重扩大化的反忧呢? 让朱梅富长期护在画房里的富雷, 被裹进了鸡风暴雨中。 1958年4月30日这天, 富雷在上海作协开完针对他的批判会, 直到深夜还没有回家, 朱梅富心急如焚。 很久很久, 终于响起了敲门声, 朱梅富打开门, 门外站着失魂落魄的富雷。 夫妻俩在书房里黑灯对坐, 默然无语。 他当时就讲了一个, 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, 就考虑到最一点, 他才没有走过归路。 富雷安然归来了, 他没有发生意外, 但这一天, 富雷成了右派。 他刚刚度过50岁生日。 从1957年到1958年, 全国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, 富雷是其中的一个。 可是富雷的悲剧并没有结束, 命运还同样影响到远在波兰的长子傅聪, 这时的傅聪, 做出了一个让富雷痛苦万分的决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